吹吊猪天第二卷第九十四集 执掌天道 无数的人族 不管修为强弱 纷纷如同飞蛾扑火一般地冲向了长田 没有选择 一旦长田胜了 那么这颗星辰之上的人族 再无回天之力 北风的身躯颤抖 隐隐崩溃 无尽大道如龙 立在了北风背后 接连天地 不自量力 都去死吧 长田膨胀无比 天道加深 还有谁是自己的对手呢 可怕的天道 泄露出了一条条的大道 法则 阴阳 五行 观暗 逆转 无常 北风洞心了天道的本质 可惜哪怕是洞之这一切 也是没有用的 天道之力浩瀚无疆 瞬间将北风无尽的大道击溃 自身颤抖 崩裂出了一条条伤口 更是有众多人族 连靠近长田都坐不到 在前进之中灰飞烟灭 没有人退缩 可怕的信念凝聚 生疼而起 化为了一条神龙丝吼 没用的 人族有罪 当猪 长田在这一刻 就是天 言出法随 听到震动 一柄天剑浮现 无上的大道 缭绕在其上 审判 这就是审判之剑 所有人族 看到这一柄剑之时 脑海之中出现了 无数声音在呢喃 我有罪 我有罪啊 不少实力不足的人族 纷纷陷入呆滞 而后直接自杀 就连媲美大能者的人族 在这一刻 也是陷入到挣扎当中 难道 就这样结束了吗 北风客血 接连遭受到重创 让北风此刻的实力 陷入到低谷 看着这一幕幕的画面 一位位人族前颇后继 心中生起了 难以言喻的愤怒 以人族之血 唤醒沉睡的天道 一位人族 其实力媲美圣人 此刻仰天大吼 自身的图腾 直接在这一刻崩溃 天道 无数人族嘶吼 纷纷地震碎自身的图腾 图腾 乃是无数人族的气韵 汇聚而成 此刻尽数崩溃 可怕的一击 汇聚了万千人族之力 向着长田冲击而去 长田一动不动 静静地站在原地 眼中带着不屑 身边环绕的天道 猛然爆发 直接将这一道攻击磨灭 现在到你了 我还要感谢你 是你 让我有了这样大的机缘 为了感谢你 我赐你死亡 常天此刻心中 没有悲伤 自己的子嗣死了就死了 再生一个就是 与自己能够 静集神魔镜相比起来 哪怕整个星辰之上的 所有一族死光了 也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杀 北风没有离开 失去了以往的理智 北风也不知道 自己现在是对还是错 但是只想做点什么 不能让无数的人族 就这样白白死了 随盗 北风嘶吼 在这一刻 无尽大道爆发 直接将体内的 两百余条剥夺而来的大道 碾碎了一大半 无尽的力量汇聚 这一刻天地变色 大地颤抖 不断地破碎 蔓延向了远方 一黄星都是狠狠地遗产 天道震动 所有的一切 化为北风 毕生对于武道的领悟 打出了志强一击 在出手的一刹那 北风直接不管不顾 开启小世界 将在场所有的人族包裹 收入到小世界之内 轰碌 可怕的冲击力弥漫 整个一黄星都在震动 一层能量冲击波 瞬间席卷了亿万里 将这一整个的一黄星 超过十分之一的区域 包裹在了其中 在这个范围之内 一切都被磨灭 不管是大能者 还是圣人 都是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好强的攻击 可惜 这样的攻击 你能够用几次 长天震惊 这一击实在是太过恐怖 就连有听到加深的自己 都差点直接被打破了防御 从高空向着一黄星看下 只见整颗一黄星之上 出现了大块的尺地 向下凹陷的盆地 超过十分之一的区域 直接化为死地 并没有对整个一黄星 造成重创 海量的烟尘 直接升弹而起 弥漫了整个一黄星 还是不够吗 北风苦笑着 自己真的是尽力了 这一击 是北风以大半 特殊顶尖大道 崩碎为代价 才使用出来的 但还是不敌天道 这一次陨落 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够 自时间长河之中归来 北风神色平静 没有在意 自身即将陨落 只是看着 长田的目光之中 带着浓郁无比的不甘 北风身为液压 哪怕不是 纯血的液压 只要是有黑暗存在 北风就不会被一击抹杀 付出一成液压血脉的代价 只要黑暗不灭 北风就会再次 自时间长河之中 恢复过来 这个过程呢 是不可控的 北风也不知道 自己自时间长河之中归来 需要多少时间 或许是下一秒 或许就是万年之后 只是让北风担心的是 自己的小世界 会不会因此而陨落 而崩溃呢 长田也看出了北风的状态 没有着急动手了 哄 在北风的身躯开始崩溃 真灵开始颤抖 即将消散时 地龙翻身 星辰颤抖 回头看去 让北风与长田 压然的场景出现了 在方才堪比神魔镜的 一击对拼之中 整颗一黄星 都是遭受到肿疮 但近在咫尺的 近空山脉 却是没有遭受到 太大的破坏 起码山铁 还是完整的 只是一些树木 被摧毁 此外 无数陨落的人族血液 居然也在这一股能量之中 安然无恙 一滴滴血液 泛着明黄色的光泽 在虚空之中沉浮 下一刻 血液一滴滴地滑落 滴入到山体之上 有无上的契机生腾 掀翻了整座山脉 一条天道横空 贯穿了时间长河 流动着无尽的人族闻名 天道 长田一脸地贪婪 现在有一条天道加深 自身的战力就如此强横 那么两条天道 自己在神魔境之中 都不算是弱者 只需要将一黄星的天道练化 再将这新出现的天道练化 自己将一步登天 琴啊 长田催动天道 瞬间向着这一条 新出现的天道 琴纳而下 轰隆 可怕地波动散发 两条天道纠缠在一起 爆发出无尽的大道 法则肆意摧毁一切 下一刻 这一条新出现的天道 直接出现在北风的身前 可怕的力量 将北风正在崩溃的身躯 硬生生拉回来 真灵也彻底地稳固 这是人 人之大道的升华 北风刹那间 明误了这一条大道的信息 大道万千 而天道同样拥有着不同的属性 比如长田现在周身环绕的天道 就是破灭天道 以破灭大道为主 其余大道为辅 升华而来 人道永长 星火不灭 北风在一刹那之间 就将这一条天道掌控了 感谢您的收听